孟瑶本以为再次见到蓝溪尘,他总会有些许怨恨或者别的什么情绪,毕竟是曾经死在他见下。 可是,当人真的出现在面前才发现,他在面对蓝溪尘时竟然心下平静,无波无蓝。 很多自己以为放不下的,其实早就在时光的流逝中化为飞灰,烟消云散。 孟瑶的目光扫了一圈,又转向蓝溪尘,这一眼看的蓝溪尘莫名心迹。 他在望过来的这一眼里,看见了其中蕴含的山川湖海,世间万物,甚至身旁众人的倒影,唯独没看到他自己。 蓝溪尘总觉得自己错失了什么,可在看去时,又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倒影。 压下心中的想法,蓝溪尘问道,不知孟公子这是在作何? 孟瑶清笑道,布了阵法,收个水行渊。 又抬腿踢了魏无羡一脚,道,既然你来了,下面的东西给你练练手也不错。 魏无羡不设防,身影一闪,险些掉进湖里,还是蓝望鸡眼疾手快抓住他的手,将他戴上避陈,于是魏无羡心安理得地赖在蓝望鸡身后,并召回自己的灵剑归翘。 水行渊? 蓝溪尘一脸恶然,这,会不会太危险了? 蓝望鸡也看向魏无羡,眼中担忧之色尽险。 我? 可以吗? 魏无羡一脸跃跃欲试,倒不是他狂妄,只因他了解自家大哥,之所以云口,那说明对他威胁不大。 八卦之阵浮以极光,水行渊被困于阵中,你只需破开湖面将这束光引入湖底,水行渊便可除去。 梦瑶伸出手指,兼须点着湖面。 魏无羡略一沉思,道,在各个方位置诸邪境生成极烈之光。 浮以炎阳之灼光,我贤必水珠入水为瘾,可行。 梦瑶问道,入水后如何破开这如墨般的水面? 剑芒。 魏无羡道,可是随便不行,手中随便嗡鸣一声,以示抗议。 蓝忘机见他提到剑芒,略一思索便明白了他的意思,于是道,碧尘可以,我也可以帮你。 魏无羡一拍脑袋,笑道,对啊,碧尘的蓝色剑芒,破开一个湖面,绰绰有余。 梦瑶噎了一下,把本来要说的话憋了回去,随即挥手示意他赶紧去。 蓝熙尘什么也差不上,只能一脸郑重地嘱咐道,忘机,魏公子,多加小心。 魏无羡掏了一堆镜子,出来发给每个方位上的人,只见那巴掌大小的镜面落入手中,便换出半人大小立于身前,八个方位距离甚远地环绕着碧陵湖中心, 却又在镇法的牵引下摇摇相连。 魏无羡又拿出两颗指甲大小的珠子,给了一颗蓝忘机,这是碧水珠,又叫娇人类,含在口中可在水下如履平地,保证不沾半滴水。 魏无羡把随便收回须迷戒子,和蓝忘机一起来到镇中心,恰好此时日上中天,娇阳似火。 两人一同闲着避水珠,在蓝忘机收回避沉的瞬间,一同掉入水中,漆黑的水面荡起一圈连衣,复又平静无波。 抚一入水,两人便被一众水鬼缠上,魏无羡迅速拍出几张灵符,众水鬼还未靠近,便化为飞烟。 越沉入水底,斜煞之气越浓,魏无羡一手握着蓝忘机的手腕,两人被一圈煞气翻涌的浪潮卷入其中,浪潮翻滚,似是要将它们卷入海底。 魏无羡一口气洒出十几张符咒,符咒贴上浪潮的瞬间同时爆破。 令翻滚的浪潮停顿了一下,蓝忘机趁势拔出壁尘,壁尘耀眼的蓝色剑芒视如破竹,冲破开层层,莫浪直上云霄。 这一瞬间魏无羡掏出自身珠斜镜,镜面透过蓝色剑芒破开的缝隙反射出一道极光。 水面上阵法启动,八面镜子通过正中的烈日折射出耀眼的光,又反射到水底,水底顿时亮如白昼, 凶煞浪潮瞬间溃散。漆黑的水面不停翻涌,又因阵法而不得脱身,不过半炷香的时间,水面渐渐恢复了平静, 湖水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水蓝色,阳光透过湖面,清澈见底。 蓝忘机和魏无羡在水底待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了视觉,方才被激烈地光照到。 虽然两人及时挡住了视线,但是两人本就是阵眼所在, 难免有所伤。魏无羡使劲揉了两下眼睛,才不至于继续流眼泪。 蓝忘机皱了皱眉,示意他闭眼,待他闭上眼后伸手,在他眼睛穴位处轻轻地揉捏。 魏无羡只觉附在眼上的手指带着灼热的气息,每一处地按压,又恰到好处地令他舒适。 过了好一会儿,蓝忘机才松开手,魏无羡睁开眼睛,感觉一片清明。 他看向蓝忘机的眼睛,平常浅淡的眸字被刺激地泛着红,秉着礼尚往来的觉悟。 他伸手遮住了蓝忘机的双眼,蓝忘机似乎眨了眨眼,修长的睫毛扫在掌心上,令他的心痒痒的。 蓝忘机也只是将了一下就闭上了眼睛。 魏无羡学着刚才的手法给他眼部按压了几遍,然后松开了手。 果然效果甚好,蓝忘机的眼睛也恢复了正常。 魏无羡对着仰起嘴角,用手指了纸上面,示意可以出去了。 啊,终于可以说话了。 重新踏上飞溅的魏无羡,第一件事就是取出避水珠,连忙活动口腔开口说话。 一旁的蓝忘机,见此也染上三分笑意,他将擦干净的珠子还给魏无羡,魏无羡没接,送给了你哪有再收回来的道理? 你要是过意不去你,也可以送别的礼物给我啊。 好,蓝忘机想了想,这算不算是护赠礼物? 那他该送魏英什么才好? 孟瑶等人已经回到了船上,等魏无羡和蓝忘机一到,众人便乘着来时的小舟原路返回。 他们在渡口上了新船,朝镇中人口密集地滑去。 穿过拱桥,船只滑入河道,魏无羡临水照镜,瞧瞧自己的发型乱了眉,气定神闲地对着两岸抛媚眼。 姐姐,琵琶多少钱一斤。 他年纪极轻,相貌又明俊,这般神采飞扬,真有些轻薄桃花竹流水的意味。 义女子拨了拨斗笠,杨首笑道,小郎君,勿用钱,白送你一个好罚。 无音软诺,清甜清甜地,说者唇齿缠绵,听者耳畔迎香。 魏无羡拱手道,姐姐送的,自然是要的。 那女子伸手入筐一摸,杨首飞出一直圆溜溜的金琵琶,勿要借客气,看你生得俊。 船行极快,两船相迎,立即擦翔而过,魏无羡回身接个正着,笑道,姐姐生得更是美。 魏无羡画风一转,伸手指向蓝忘机,姐姐,你们看他俊不俊。 蓝忘机无论如何,也想不到他会忽然扯伤自己,修脑的同时,也不知该如何面对。 和尚的女子们齐声道,更俊。 这中间,似乎还掺杂了几名汉子的嬉笑声。 魏无羡道,那谁送他一个,只送我不送他,怕他回去和我瞎醋呢。 整条盒中,荡漾起一片阴阴历历历的笑语。 一个女子迎面撑船而来,道,好好好,送两个。 吃我的,小狼军接着。 第二只也落入手中,魏无羡喊道,姐姐人美心尝好,我下次来买,买一筐。 那女子音色明亮,胆子也更大,只蓝忘机道,叫他也来,你们一起买。 魏无羡将那只琵琶包了皮,凑到蓝忘机嘴边,笑道,蓝湛,吃琵琶。 蓝忘机的瞳孔微缩,耳尖蹭得红了,金黄琵琶泛着晶莹的汁水,滴在银白的纸尖上。 而手的主人正笑盈盈地看着他道,我专门给你要的呢。 蓝忘机鬼使神差的张口,含住了那颗琵琶,琵琶入口甘甜,似乎心上更甜。 魏无羡又包了自己手中的那颗,塞进嘴里,叹道,这琵琶真不错。 蓝忘机不置可否,路过卖糯米酒的船之时,魏无羡掏钱买了两坛糯米酒,给蓝忘机打了声招呼,拎着那两只圆滚滚黑亮亮的酒坛子,跑去找自家大哥喝酒去了。 蓝忘机和蓝锡尘并排而立,这次两人连神情都有些同了。 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,虽然除了水行渊这一大害,但也等于打了齐山的脸。 谁知道齐山温室后面又会使些什么手段,思索着到时又该如何应对。 对面迎来一只吃水极重的货船,上面再满了一筐筐沉甸甸的金黄琵琶。 蓝忘机看了一眼,郑宇说话。 蓝锡尘先开了口,你想吃琵琶,要买一筐回去吗? 蓝忘机解释,不是我。 蓝锡尘又道,魏公子想吃琵琶,那买一筐回去吧。 蓝忘机不说话了,但蓝锡尘感觉到了,他心情极好。 魏无羡递了一坛糯米酒给孟瑶,孟瑶没接,于是收尽须迷戒子,自己捧着一坛喝了一口,道,大哥,你该不会是专门为水行渊而来吧? 别跟我说巧合,路过什么的,你平常都巴不得懒死在燕归山上,这些借口不适合你。